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講的是自動控制這個課程 我是蔡聰宏老師 請各位同學跟著我們一起來進入自動控制的世界 好,那我們來課程簡介一下 首先就是我們的課程名稱就是自動控制 它這個學分是三個學分 這個課程當中最基本的我是希望說 能夠把控制器的系統還有它的基本的觀念 能夠介紹給同學 因為在我們生活當中 其實有很多東西都是跟控制器控制系統有關係的 所以這個課程希望能夠讓大家對於控制系統 都能夠有一個觀念 好,接下來呢這個是我的自我介紹 那我呢是蔡聰宏老師 那我的分機各位有空可以來打電話給我 有任何問題我都很樂意的幫助你 然後這是我的email 那我的專長呢就是在於馬達的控制 然後呢用晶片來做控制 這方面都是我比較有興趣的這個題目 好,那我們的這個自動控制的宗旨呢 就是主要就是說 其實在台灣的產業當中 很多還是以自動控制為基礎的一個產業 好,所以呢 你進入到這個公司裡面 你一定要具有這個相關的自動控制的能力 這樣呢對你的這個工作上面才能夠有所幫助 因此呢我們希望自動控制能夠 這個培育我們控制工程相關的人才 好,那接下來呢就是我們的學習目標 好,那首先呢這個 在自動控制裡面呢 其實大部分都是以實務居多啦 但是因為它是屬於比較實務的東西 所以也不可能說一個幾千萬的東西 讓你在那邊做測試 所以一定都是先做一些電腦軟體的模擬 讓你對於這套系統可能有了解之後 才讓你去做真正的實測 好,那在技能方面呢 我們希望說 當你會了一些基礎的這個軟體模擬 然後對於自動控制有了解之後 那我們希望你可以開始去設計 自動控制的這些東西 然後呢你可以去改良 你可以去製造 那態度部分呢就是 各位同學如果你對於控制的這些東西有興趣的話 那這個課程呢你一定要非常的用心學習 好,因為這個課程屬於比較傳統的這個控制理論的東西 那很重要 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加強 好,那這個科目呢 我們是在大學部三年級的學生所開設的 那當然其他有興趣的同學 你也是可以過來一起練習 好,那在學習這個課程之前呢 希望你有一些基礎的能力 好,例如電路學 電子學 電機機械 好,信號與系統 好,因為這個都是蠻相關的科目 好,那希望你具備的能力 好,因為在二年級的時候 你應該可能會修過西語言 好,所以你用西語言來做一些這個簡單的數學式的分析 對你來說會一個很大的幫助 就是你在軟體 你在這個數學式方面 你都可以有一個比較這個了解 詳細的了解 好,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因為在自動控制這個部分 會用到一些比較多的數學 所以你的微積分最好是要有一點基礎 好,接下來呢就是我們的學習方法 好,那一樣啊,課前的預習啊 各位你可以先看一下 自動控制的目錄 目錄很重要嘛 因為大家都會 這個可能都是先直接翻到裡面去 但是實際上呢是你要先看目錄 目錄可以給你一個很整體的一個印象 好,所以目錄你要先看一下 然後呢按照它的這個順序去念這本書 好,那在課程當中呢 就是上課要專心聽講嘛 然後呢每一個部分 你上完課之後 回家都是一定要復習 然後呢作業一定要自己去好好的寫一下 那課後的部分呢就是 你可能回家之後 寫了題目或者是看課本 然後不是很了解 那你就是上課的時候 一定要提出來 因為當你提出的時候 老師才知道說 你回家有沒有跟上進度 然後才知道說你提的問題的內容 就知道說你現在學習 有沒有吸收了 這個很重要 好,接下來呢就是我們第一週的教學大綱 好,第一週呢我們當然就是先簡介一下自動控制 然後呢有控制系統它的表示法 然後回收控制系統 好,第二週呢 第二週我們要介紹一下就是 控制系統它的應用的例子 這個應用的例子很多 所以這個部分 相信可以給各位一個比較實際的 這種具體的這個想法 好,然後第四個單元就是控制系統的分類 好,這是第三週的教學大綱 那麼第三週的教學大綱裡面呢 就是第五個單元 控制系統它的設計的程序 那這個程序呢 就是我們要對於你這整個的控制系統 要有一個概念 你不能夠這個隨便的去設計 因為有時候你的這個成品出來 如果不小心沒有設計好的話 你整個都是會失誤的 所以這個必須要特別的注意 好,那第六個單元呢 就是開始我們的數學基礎 微分方程式這些東西啊 會比較多 後面的很多的數學式子啊 都必須要用到這些基礎 所以這個部分請各位同學要加強 好,第四週 第四週呢 我們會講到負變函數 然後以及S平面 然後呢會介紹一下幾點跟零點 好,接下來呢 第五週 第五週呢 我們要講到矩陣 因為我們在這個控制系統裡面呢 會用到這個很多的數學式 然後最後呢 我們把它整理成矩陣 然後用矩陣下去做運算 會比較方便 好,第六週 那第六週呢 我們會講到這個 LAPRAS 拉式轉換 那這個拉式轉換呢 因為在電路學啊 我們以前有學過了 所以呢 這個各位同學可以再複習一下 好,第七週 第七週呢 我們就是慢慢的進入了 這個自動控制的領域啊 叫做轉移函數 這個轉移函數很重要 就是說我的輸入 輸入經過這個轉移函數 會成為我們希望的輸出 所以呢 這個轉移函數 我們在做這個解它的時候 是很重要的 會用到一些 微分方程那些東西 好 接下來第八週 第八週呢 就是會講到這個方塊圖 也就是說啊 我們在控制系統裡面 我們都會先用 畫出方塊圖的這種方式 然後呢 最後把它做一些整理之後 要算出這個轉移函數 所以 這個方塊圖呢 就是要去 把它先畫出來 然後再簡化 然後再把它弄成訊號的流程圖 這樣我們就可以 對於自動控制 可以把它解出來 好,第九週呢 我們就是期中考 好 好,第十週 第十週呢 我們會講到 梅森的這個 增益公式 那梅森這個增益公式呢 就是說我輸入跟輸出 它會有一個 有一個 gain 有一個增益的比例關係 那我們把它算出來之後 可以讓我們了解到 就是說 輸入跟輸出之間的關係 那這個時候 那這個時候就是可以 用來求這個轉移函數 所以說這個轉移函數 對我們來說很重要 好,接下來第十一週 那第十一週呢 我們會講到 狀態方程式 狀態方程式 所以我們在電路學裡面 會提到這個東西 那狀態方程式 呃,在數學當中 你把它看 看是數學 可是呢 如果你把它看成 它的這個 每一個數值呢 都是一個電阻值 電感值 電容值的話 那就是一個很明確的 一個具體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對數學 是不是那麼的喜歡的話 請你把它想成 它是電阻 它是電感 它是電容 然後呢 經過數學的整理之後 最後我們可以得到一個 我們想要的答案 那接下來就是 畫出狀態圖 然後呢 再經由微分方程式 來匯出這個狀態圖 好 那接下來第12週 第12週呢 我們就是說 要由轉移函數 來畫出這個狀態圖 也就是說 我可能 把一個轉移函數 假設我先把它設定好了 那這個設定好了之後 我希望能夠再把它 還原成狀態圖的這個形式 這樣你可以看得出 輸入跟輸出之間的關係 好 接下來第23個單元就是 單位回收系統的穩態誤差 那就是說我們 這個自動控制裡面 我們都需要一個回收 那這個回收呢 回來之後 我們要去看 它是否會有一個誤差 我們希望是沒有誤差的 但是不見得會沒有誤差 所以這個要去注意 好 第13週 第13週呢 我們講到就是系統的 站態響應 系統的站態響應 也就是說 當我一個訊號 輸入到這個 我們所謂的這個 黑盒子裡面 訊號輸入到這個 黑盒子裡面之後 剛開始它的這個 輸出可能不是很穩定的 所以我們要看它在還沒有穩定之前 就是一個站態的一個響應 我們要來看一下 它的站態響應是怎麼樣的 好 接下來呢就是 一階系統它的時間響應 好 那我們 這個系統的複雜度 一階系統 就是屬於比較簡單的系統 我們來看一下 介紹一下 它的這個時間的響應 接下來就是14週的教學大綱 那第26個單元 我們前面有講到一階系統 它的響應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二階系統 它的部階響應 那第27個單元呢 就是二階系統它的性能規格 比如說怎麼樣是比較好的 怎麼樣是比較不好的 那它的數學表示法 怎麼去表示 第28個單元 就是我們輸入一個斜坡 來看二階系統它的響應 好接下來第15週 15週呢我們會講到 高階系統的轉換函數 當我的這個系統 越來越高階的時候 那這個就會越來越麻煩 所以我們要再去探討 它裡面會遇到的一個 這個狀況 比如說它的極點 然後第30個單元呢 就是PID控制器它的特性 那這個PID控制器 在我們自動控制裡面來說 是最基本的一個控制器 所以各位同學 一定要好好的加油一下 好第16週啊 在我們 在31個單元裡面啊 就是 我們要講到就是 有介輸入跟有介輸出的穩定性 也就是說 在我們控制系統裡面 很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說 你的輸入跟你輸出 一定必須要是穩定的 因為你假設你的輸入 是亂跳的 真的無限大 那這樣你的輸出要怎麼辦呢 所以這個很重要 好第32個單元啊 就是Ruth Hurwitz的一個準則 那這個呢 可以用來判斷一些 一些式子 這個同學要注意去 去應用它 好第17週啊 第17週我們在33單元裡面啊 就是講到這個Ruth Hurwitz的 它的這個準則 它的應用 然後呢 第34個單元啊 我們會講到 相對穩定性的分析 好我們在自動控制裡面 一定要強調的就是穩定度 好另外第35個單元啊 就是系統的靈敏度 一個系統啊 有可能很靈敏 有可能很不靈敏 好所以這個都是我們要注意的地方 第18週呢 我們就是期末考啦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這個 成績的計算方式啊 好那首先呢 就是你的刀課紀錄 還有我平常啦 出的一些作業 好 這是佔百分之三十 然後期中考百分之三十 那期末考百分之四十 接下來呢就是各位 你未來的學習方向 在自動控制 學完之後 那比較有相關的課程呢 就是信號與系統 那它同樣啊 是屬於比較有一點 數學式的一個課程 所以這個部分要好好的加強 那在延伸課程方面呢 你在四年級的時候會有一些選修課 那我是建議說 比如說電力電子學 以及DSP晶片的控制 那這兩個課程呢 在實務上都會用得到 因為你要去控制 你要去用晶片控制 然後呢 在實作上啊 你會用到很多電力電子學的一些概念 好 那在這個課程介紹完了之後啊 最後啊我希望 各位同學啊 你在學習自動控制的時候 不要把它看成是一個 在做數學一樣 雖然說自動控制在傳統的理論來說 它是屬於比較偏數學的 可是呢 這些數學是其實最後 都會轉換成你在實際上的應用 好 例如我前面講的就是說 電阻 電容 電感 這些東西都是實際的東西 可是你在 在計算的時候 它是一個數學 所以只要你能夠把它 融會貫通之後 那麼對於你的這個實務上 會很有幫助 所以希望這個自動控制啊 能夠讓同學 能夠有一個很 很具體的觀念 來學習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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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